郭文貴議員 以及醫療家旅遊助力大健康產業發展 關於澳門的中醫藥業可以說是歷史悠久 加上中醫藥是中國數千年傳統醫學智慧的結晶 自有其優勝之處 一直都受到本地居民的歡迎 同樣,澳門目前亦是加快世界旅遊一行中心建設的進度 旅遊的吸引力亦不斷提升 房澳旅客數量大幅回升 但醫療家旅遊對本澳來說是一個未成熟的產業 加上它需要確保有高品質的醫療保健服務 先進的國際化設施以標準 細緻入微的臨床護理 以及與鄰近地區相比極具優勢的價格 現時,鄰近國高雄地區早已佔據了醫療加旅遊這個產業較大的份額 請問行政長官局下如何在方針和政策層面鼓勵醫療業界進軍醫療加旅遊這個產業 請行政長官 好,多謝主席,多謝陳奕樓議員的有關問題 醫療加旅遊並不是一個新的市民 正如你所說,新加坡、泰國都做得十分之好 是不是?這個我們看到的 我們的團隊都去進行有關的學習和參觀 是否因為人家已經做得好 人家已經是好,我們澳門就不做呢? 不需要呢? 在前兩年,我是不敢說我們有這個方向 正如你所說,要有一個好的醫療機構 要有好的醫療團隊 要有好的醫療設備 我們必須要具備這個條件 人家才會來進行有關的醫療的 旅遊來這裡看醫生 即是這樣說 我們說叫旅遊加醫療 但是來說,人家為什麼要來? 我們每一年很多朋友都去新加坡 每多朋友都去泰國 我們去看他們的設施 他們在檢驗上,在服務上是十分之好的 這個不可否定 但是你說醫療的技術和條件 我想他們和北京協和醫院是更差一籌 我坦順說 北京協和醫院是我們十四億人口裡面 最頂尖的一間醫院 我們由他們整個團隊 來到中合體,我們的醫院裡面 我們買齊了國際上現在為止 最先進的設備 我們的設備是最先進的設備 因為我們買得遲 我不會買一輛老爺車回來的 我要買現在最update的設備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背靠著整個大灣區和內地這麼大的市場 第四點來講 第四點來講 藥物 有關好的團隊,好的設施 還要加上好的藥物 我們改製造我們有關進口藥物的審批制度 我們現在澳門可以大膽地說一句 在鄰近地區來說 我們任何藥物給別人 是亞洲第一的 因為其他醫生可能用得比較少一些 但是有很多旗艦怪證的藥物 我們全部都可以在澳門落地 我們全部都可以在澳門落地 人家在那個地區都做得這麼成功 為何他有好的教授醫生 帶一些病人去 為何要帶一些病人 在上海、北京要飛下去落成 因為他有好的儀器 他的設備是先進的 第二點來講 他的藥物是快的 很多內地未能用藥物去用得 造就了海南島落成 是一個新的醫療點 是嗎 就是裝有關的助聽器的耳機 人家一天都不知道做多少 一個教授帶一對添力 就是因為那個入口那個 我們其他醫院是進不到的 只有他可以進得 很微型的一個Michael的一個助聽器 對小孩子 失衷的小孩子有很大的幫助 是嗎 這個都是幾樣東西夾著的因素 不可以說單方面 你只有一家很厲害的醫生 但是 沒有好的藥物配置 沒有好的醫療環境 在現今的社會 人家是不會接受你的 所以我們夠膽推出這件事 我們是幾種因素結合 我們很多的藥物來講 我們都在亞洲首個批准 我們有一種治療 我們有很多種藥物 有十九種藥物 都是首創的 人家都沒有的 香港沒有 台灣沒有 其他地方都沒有 內地更加被我們遲 所以這方面你是專業醫生 所以你應該會看到困難在哪裏 這是符合的 對的 但是我們要看到我們的 有利的因素 在哪裏 我們兩者 我們憂和劣都分析過的 我們認為 我們有機會去做到這件事 有機會在這方面得到發展 任何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不試 永遠只有講 不會落實得到 我們醫院已經建好了 為何我們不向前走多一步 向這個大健康產業發展 是嗎 醫院上屆已經確實了 要建這間醫院 當時說五年來建好 現在到我手裏才建好 這是事實來的 不是我上任之後 要建這麼大的醫院 建了醫院之後才去找產業 不是的 先有這間醫院的規劃 我們要完成這間醫院 我要配套這間醫院 今後如何管理 如何發展 我們要在這方面 動用我們有關的資源去做好這件事 所以我們對這個行業來說 我們認為 我們的評估 我們做了很多的研究報告 可行性還是有的 多謝你的提醒 但不可以說別人做了的事情 我們就不做 當然我們想先做 但不可能我們樣樣那麼厲害 人家已經做了十幾年 人家做先 我們都是派團隊去 由人家怎樣服務 怎樣他們做得這麼好 怎樣國際化 我們都要學習的 不可以說我們自己搞我們自己的圖 我們一定要學習人家好的方向 人家都歡迎我們 我們去參觀 我們去學習 我們按照別人的思路 我們去做好我們 下一步 符合我們市場發展的需求的工作 多謝你的問題